好 爸爸在夢中跟我講 他全身濕濕濕的跟我講 他對不起我們 他已經死了 怎麼樣你不可能承認 為什麼每個現場 每部健身車旁邊 都有你的血印 他有什麼血印 哪有這種道理 結果去了他家搜索 拿了他幾雙鞋子一筆對 那個血印真的就是他的血印 他過來 就在這個死裡面這樣子 在那邊掏 在那邊掏 結果就因為踩到一坨死 就破了這個 本來完全沒有任何 見所激增的命案 歡迎光臨恐怖小鎮 我是童彭康 有一位市議員 他那個敗票的途中突然尿急 然後實在沒有辦法 就到附近的樹裡面去小解 突然聞到一股很強烈的刺鼻味 他尋著味道就慢慢尋找 就意外發現一具掉在樹上的大體 然後剛好當天正是死者的滿氣 投氣 就是說 這就是死者透了氣味 讓他找到回家的路 今天我們要討論什麼 看不見的破案關鍵 馬上有請未來男警Eason 掌心 還有請 趴下 不要動 太好了 現場由我來撐住 是的 我就是穿梭陰陽界 行走在過去 現在 未來 要霹靂男警Eason 警方突發奇想 打開米田貢 竟然發現那場重要的破案關鍵 一名少女離奇地在自家陽台中 中槍身亡 全靠看不見的彈倒還原真相 自撞車破案 懷疑案情並不單純 警員竟然靠 敏銳的嗅覺 增破隱藏的命案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肉眼看不見的證據 每一個都是破案的重要關鍵 小心 現場懷疑嫌疑人 馬上進行收聲 小儀侯 關了人家 好 就是 好啦 恐怖冷知識 是的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恐怖冷知識 就是究竟有哪些肉眼看不見的關鍵 可以讓警方順利的破案呢 No.1 味道 譬如 濕臭味 即便兇手用盡除臭方法 也難以把濕臭味掩蓋掉 因此成為警方找出 被害者最重要的證據之一 No.2 彈道 我喘一下 彈道分析可以協助警方發現 兇手的行凶位置 結合科技執法 找出兇手刑機 進而成為破案關鍵 No.3 聲紋 警方在監聽嫌犯的過程中 利用聲紋見識 來比對射案人的真實身分 是偵查犯罪相當關鍵的證據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恐怖冷就是 是的 第一個案子 非常的這個 我們只能佩服警方人員 他不知道哪裡來的靈感 就扒開了排泄物 那排泄物居然還可以找出 破案的關鍵 華哥 這個警察太厲害了 對 沒有錯 這個案子事實上當時 是早上早安晨跑 有民眾發現 那麼在堤防旁邊 那個環河路上面 有一個男的被砍死 然後就在這個 那個環河路旁邊的草叢裡面 那因為這個地方很偏僻 第一 沒有監視器 第二 沒有目擊者 所以第三 連這個死者 到底是誰 都還不知道他的身分 所以警方到場了以後 就把封鎮人拉起來 然後通知檢察官率 法醫到現場來驗屍 然後警方要做的事情是 監視單位 監視小組 立刻到現場 沿著這個可能沉屍的地點 在封鎖先 裏裏外外 先做各樣的唯物激證 包括毛髮 包括這個鞋底 包括其他的 可是因為他就是在 環河路旁邊的草叢裡面 所以那個雜物什麼東西都很多 然後就在附近 再看看有什麼東西有時候 砰 踩到一坨屎 這坨屎 不是垃圾塞 不是膏塞 是人塞 好大一坨 我搞衰 你知道嗎 有個倒霉的 然後整個鞋子 臭的鑰匙 然後整個鞋子 全部都是排泄物 氣得要命的破口大罵 只能看看有沒有衛生紙 然後擦一擦開要怎麼辦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警方破案很奇怪 你知道嗎 在台灣的這個重大刑案的 這個發展史 偵辦史上面 有很多是因為警方 或者是目擊者去尿尿 就跟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議員去尿尿有沒有 是因為去尿尿 不小心發現的 像劉煥榮 那個竹林幫的這個 瘋狂殺手劉煥榮 殺了游國林 殺了他最好的朋友 把他棄屍在北宜公路 當時侯友宜 現在的新北市長 要去找 知道在北宜公路 然後可能在哪一段 找不到啊 所以要怎麼辦呢 跟雅煥榮兩個人 就跑去土地公那個地方 拜拜了以後 突然間 剛剛尿尿的時候 那個尿落地聲不太一樣 落地聲不太一樣 跟一般的尿尿 那個滴在草叢裡面不一樣 兩個人覺得怪 回到現場一看 就在剛剛尿尿的那個下面 有一個睡袋 拉起來一打開 就是有果林的屍體 所以很多都是尿尿 或者是臨時要去這個大小便 不小心發現的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案子 這個刑警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踩下去照你那樣 你嚇到對不對 嚇到沒力了對不對 那就是一坨屎 然後你就把他想辦法 鞋子拿東西那你就走了 他不曉得哪根筋不對 去旁邊找了一根比較粗的 那個人家丟棄的那個木棍 幹嘛 他過來 就在這個死裡面這樣子 那個找 在那邊掏 在那邊找 各位 如果是一般人 你絕對不會做這個動作 對啊 你怎麼可能做這個動作呢 你知道嗎 沒想到這一掏 真的像掏金 掏黃金一樣 掏寶一樣 他就把他掏出來 掏出了整個命案的破案 掏...他在那邊 把他... 拉了以後 這坨人的那個排泄物 在正中間 把它拉開了以後 就用那個木棍 把那個印章弄...出來 忍著惡臭拿起衛生紙 還真的把這個印章 擦一擦以後拿起來 幹什麼 趕快跑到一個 那個超級商店 趕快去買那個礦泉水 然後把那個印章 跟那個鞋子弄一弄以後 各位 這一顆木頭印章 上面的是一個人的名字 是一個男人的名字 但是重點不在那個男人 就算有男人的名字也沒用 這個木頭印章上面 為什麼身分證字號那麼重要 你絕對不相信 他就回去分局 偵探隊 用警 用電腦 打身分證字號 立刻瀕臨成下 找到 這個就是警方的辦案技巧 什麼意思呢 叮咚叮咚 找到門了 然後就馬上跟對方說 我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 要麻煩你跟我們回去一趟 事實上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對方做了什麼事情 他對方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 沒想到對方竟然承認 人是我殺的 原來他們其實只是因為 那個在路上的時候 那個B車糾紛 各位要非常小心 為什麼呢 路上B車糾紛 然後後來B... 因為你搶我的車 我搶就把他攔下來 然後兩邊就在那邊 這個衝突要幹什麼 然後他這個很不爽的人 就把這個等於說 他要殺害的另外一個車的駕駛 騙... 騙到了環格路提防旁邊 說要談判 就在要談判的過程當中 突然間觸不及防 拿出刀子來就把他殺掉了 殺掉了又去世 因為你也不知道我是誰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而且他常常走這條路 他知道這個地方沒有監視器 那麼晚不會有目擊者 所以他心裡想OK了 就在這個時候殺了人以後 你知道在用力 殺人了以後會緊張嘛 緊張突然間殺了以後 那個你會累 所以突然間會虛脫 噁 塞在滾了 你知道嗎 就沒有想那麼多 就找一個草叢 就方便 就拉了一坨屎 然後拍拍屁股 沒有人知道就走了 結果沒想到 刑警竟然會在這個現場 不小心就踩到一個屎 那那個印章是怎麼回事啊 那個印章是他要辦事情 放在口袋 結果在脫褲子的時候掉了 他掉了又因為現場一片漆黑 所以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印章掉在那個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就拉屎 就這麼巧 他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 印章在下面 而他為了要平常 怕忘了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就把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寫在那個印章上面 結果就因為踩到一坨屎 就破了這個 本來完全沒有任何 線索機證的命案 下來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現在警方 不再像以前 純粹靠人力辦案 現在有很多很多新的方法 還有儀器會輔助 所以說你這個犯案 越難越難逃 這個就是用儀器 找出看不見的腳印 然後抓了一個計程車大刀 看不見的腳印是什麼 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就是 有指紋 是 有血液 有DNA 有唾液 有DNA 有一些我們的 微物肌症 毛髮 可是我們 很少人知道說 連我們穿著球鞋 或者皮鞋 你踩出去的那個印子 是每個人大部分 也都不太一樣 是喔 一雙皮鞋一樣的 可能我的體重90公斤 那是70公斤的來踩 也會磨損 這是不一樣的 磨損的程度也不太一樣 然後現在有個儀器 叫線性光源儀器 這種東西它是可以 你看不到的這個鞋印 它可以判斷你這個波浪 還有看你的那個大約 你在踩的痕跡鞋子穿了多久 那這個案子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在台北市 新北市 發生了一件什麼 很多開計程車的司機 痛恨的鑰匙 他今天把車子停好了 明天一來的時候發現 右邊的車窗被打破了 進而在仔細一清查下來的時候 多會有損失兩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零錢 那計程車司機就想說 那零錢沒什麼了不起 可能第二種是比較貴的 叫行車紀錄器 當時在台北市 不管是我們大台北地區 中山 文山 萬華 士林 南港等等地區 每天都有計程車玻璃被打破 每天都有行車紀錄器被偷走 然後一個月短短的一個月 就四十幾件了 四十幾件 不曉得是誰 可是我說現在台北市的 監視小組真的很強 你一部計程車上面 因為不可能每部計程車 他每次開完車就把整個車 洗一遍 對 所以你要在車上面 踩到任何指紋都沒有用 那麼多乘客開開關關 你怎麼說這是誰的 所以沒有辦法證實說 哪個乘客是小偷 可是現在最新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儀器之外 還有就是在現場裡面 踩到那個竊弦 他要敲破那個玻璃的時候 不小心一滴血 就滴到那個玻璃碎片裡面 在那玻璃碎片上面找到一滴血 或者是在裡面找到他的 要翻東西的指紋 更誇張的是他鞋子 踩進去車子裡面 坐墊也好 或者是地上旁邊 有沙土的地方 就是用這個儀器給踩到了這個血印 那這血印比對下來之後發現說 是一個住在新北市的蔡姓男子 這個蔡姓男子44歲 那查到他的時候 蔡姓男子當然先實口否認 怎麼樣也不可能承認 他說那計程車上面 為什麼有你的指紋 我坐車子 當然有我的指紋 那為什麼沒有你的血 血跡可能我剛好不小心 摳...摳到血噴到的 那為什麼每個現場 每部計程車旁邊 都有你的血印 偷什麼血印 哪有這種道理 結果去了他家搜索 拿了他幾雙鞋子一比對 那個血印真的就是他的血印 吻和... 幾雙鞋子比對下來 通通上...他心想 我當小偷 當那麼多年了 都不曉得你現在有這個儀器 怎麼會有這種先進的東西 他也莫名其妙 所以他才承認 他說 其實我有去偷計程車裡面的東西 我有偷零錢 我有偷行車紀錄器 我一個行車紀錄器 都兩百塊 三百塊就賣掉了 但是為什麼 警方在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常常這樣去偷呢 你這樣偷 你怎麼不找個工作好好上班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我現在有一點 染上毒癮 可是那個毒癮 又是我們很矛盾 台灣那種毒癮叫Ketamine 大家聽過吧 三級毒品 Ketamine他不用... 沒有行責 他只要罰原 二十公克以下是罰原 還有獎息而已 他說他只要沒錢 他就想去偷 沒錢就想去偷 那為什麼警方說 那你為什麼這樣偷 你都沒事 他說不會啊 我們現在台灣的法院 我去偷切切到 在犯罪裡面算違罪 所以 也不用拿錢去交保 所以這種案子 當然除了現在我們警方 用了高科技的這些儀器以外 還有我們的真的是 假設我們的法則 對於一些我們在台灣裡面的 一些犯罪行為人的話 其實一些法則 事實上應該要加重一些行責 來保護我們其他的一些 善良的受害者 是 剛剛仁和兄講到 那個線性光源 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燈光都圓了 它的燈光是一條線 然後放在地面 所以地面那個灰塵 有一點點灰塵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一般看到的是 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光是從上面下來的 上面下來它沒有陰影 可是它那個是一條線 然後線會發光 然後放得很低的時候 就會看得出那個腳印 所以不妨各位 如果可以試試的話 你晚上的時候 在你家的地磚等等 你走過 你用穿鞋子走過 你燈一關 你用手電筒就好了 擺在地上 你就會看到那個腳印 這個原理就是這樣 那現在那個腳印 已經可以做到什麼 個化 剛剛瑞德哥也講 每一個人踩的腳印 那個重點 還有那個缺損 萬一弄到一個石頭 或是一個腳 有一個地方什麼時候 那個腳缺損 那個就是你的特徵 只要一個或兩個特徵 已經可以個化了 就是說我們指紋可以個化 鞋印已經達到可以說 就是你這段鞋子 你沒有辦法繳賴的 現在科技是很進步 而且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樣以為只是這樣以為 我們現在講出來 都是可以已經解密的 還有很多不讓你知道的 你在犯罪嘛 他們東西拿出來 你跑都跑不掉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謝老師 專門的 見識 讓你知道見識有多重要 一個少女離奇 在自家的陽台中單 然後就靠彈道還原真相 消失 一般般在我們見識裡面 彈道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經過了就 就沒了 就在空氣之中 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在空氣中消失的彈道痕跡 檢警是如何採證 更懸疑的破案方法 馬上回來 是 一般在我們見識裡面 彈道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經過了就... 就沒了 就在空氣之中 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所以我們只好從那個彈頭 上面有沒有撞到哪裡的 那個缺損 沾附物 沾附的一些微物 還有那個彈左點 它的方向 從哪裡來去推... 那我現在講這個彈道重建的 這樣這個案子 其實也是一個 滿難過的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是這樣 牽涉到精神病患的問題 這個案子是這樣子 在民國九十五年 二月十七號的深夜十一點 台南的那個中華東路 關天班附近 結果有一個精神病患 就拿刀在那邊叫囂 對著所有路過的車子 人就叫囂 準備要追砍人家 民眾有的看著就嚇到了 後來就報案了 報案以後兩個員警 一個莊姓 一個甘姓 就是甘草的甘 甘姓莊姓的員警到達現場 結果現場你看到什麼 看到他在那個中間的分隔島 石頭上面在磨刀 晚上十一點多 起床起床在那邊磨刀 一看 結果員警就慢慢的去進去 就看到有人進來 一抬頭一看是警察 警察就搖擺著 你有槍是吧 你搖擺著 就開始追警察 警察萬不得已 沒有辦法 兩個警察 啪啪啪啪就開始開槍了 把二十四發子彈全打完了 那個嫌犯 那個嫌犯叫陳慧芳 看起來好像女孩子的名字 但是他是男的 他是男的 結果下半身身中八槍 不倒地 但是講實在 員警要打死這個精神兵 太簡單了 對著頭一槍就倒了 對 他總是人命 所以全部都打在那個下半身 就是腳的地方 身中八槍不倒地 這就是瘋狂 結果對著一個員警 開始追著 怎麼樣 你有槍是吧 你有槍是吧 就追著那個員警一看不對勁 因為槍子彈都打完了 只要跑 結果因為他一直往後看 我看不小心倒地了 倒地以後就發現 那個歹徒就撲上來 撲上來以後 結果他槍裡面 還有最後一發子彈 結果他轉身又 砰 又開了一槍 沒打到 當時也不知道這個子彈 跑哪裡去了 知道吧 又倒地 他追過來倒地 結果那個陳慧芳 就壓著那個甘心員 去門檻 因為他子彈沒有了 這一槍又沒打到 好 那後來當然另外還有個姓莊 他子彈也打完了 最後因為他們有通報支援 一個分隊長的支援來以後 可能分隊長他就 那個槍上有子彈過來 馬上把那個陳慧芳 這個精神病患壓制住 結束之後 然後救護車也來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在距離 六十公尺左右的六樓 有一個女孩子 靈性的學生 她的媽媽在六樓的地方大叫 救命啊... 我女兒中槍了 所有的人在地下 因為六十公尺還算 就差不多可以聽得到 就六樓的地方 當有一個人大叫 大叫說 拜託救命啊 我女兒... 我女兒中槍了... 我女兒中槍了 大家所有人愣住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警察趕快衝上去 一看一個女學生 全身是血 就在那個陽台那個地方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趕快的把她送一急救 那送一急救以後 發現就是倒地的那個甘心圓警 最後一把子彈一倒地 就啪...往上一槍 本來是要打那個精神病患的 但是也不忍心 就可能偏了 也不知道她跑到哪裡去 就剛好打中六十度往上 六十三... 橫的距離大概六十三 斜的距離六十五 六樓的那個女學生 那至於這個女學生 她在陽台幹嘛 我們暫且不去 所以她可能是在陽台 偷偷氣還是怎麼樣 可能有聽到有人聲音 出來看看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這一槍 本來要瞄也瞄不到她 就倒地 倒地又看到要扛過來 啪...開了一槍 結果這一槍 這樣斜的六十度一直往上 結果打中 先打中那個欄杆 欄杆以後 女孩子手趴在那個欄杆上 打穿了她的手 反擊之後 打到什麼 打到心臟 結果打穿心臟 媽媽一看 女兒怎麼在那邊叫 然後媽媽一看 看女兒全身 那個胸部一直在淌血 所以她才大叫 所有的人才趕快衝上來 後來袁瑾幫她 被砍得滿嚴重的 袁瑾槍打完了 子彈打完了 袁瑾那也救火了 精神病患也救火了 但是女學生救不活 因為心臟破掉了 她的媽媽在那個醫院的時候 當場昏絕 所以她非常不諒解 說警察 你為什麼處理精神病患 把我給女兒給打死 結果你知道嗎 讓我看到也是滿難過 也感動了這一幕 這個林姓十四歲而已 國二的女學生 十四歲而已 她在出病的當天 局長 王姓這個局長 帶著兩個員警 到林堂 當然還有很多 一些長官等等 局長帶著到林田 去上鄉 兩個員警走到 他的家長面前 下跪致歉 請問員警有錯嗎 對啊 兩個員警下跪 乾性跟裝性 下跪 對不起 我把女女兒給打死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慘痛的 後來我心想 員警也不是要故意瞄你的 他也不忍心 把那個精神病患給打死 後來... 對 後來這個案子 也因為這個案子 開始檢討警械的使用 後來買了什麼 買了網槍 所以有一陣子 可是網槍發覺不好用 因為帶到處都是 摩托車 都是什麼東西都阻隔 網槍是要在操場追人 請問有哪個地方 是在操場追人 後來現在我發覺比較好用的 辣椒水 這個辣椒水 逐步... 以前都只有槍 可是槍你哪刀 我哪槍 你要砍我 我又不能開槍 那怎麼辦 所以這裡面就牽扯到很多 警察執行勤務的時候 那種思維 我又不忍心把你給打死 所以不小心 後來經過彈道研判 就是六十度往上 就是他倒定那一槍 六十度往上 然後到六十五公尺的那個 打到欄杆 他打穿手 打到心臟 就剛好反擊 好像子彈會這樣追一樣 對啊 所以這個案子講出來 也是一個悲劇 也是一個無奈 當然也是一個意外 不過女學生的家長 是絕對不能接受 後來當然有牽扯到 賠償的問題 牽扯到怎麼樣 但是總是一個養到十四歲的 寶貝女兒 就這樣子 寶貝的女兒就這樣走了 真的是滿難過的 不過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 這個比照美國警方 那種電擊槍 對 其實它可以讓那個 一下子電到這樣 而且是有距離的 因為它不用這麼近 因為你辣椒水還是要很近 還是很近 因為它那個電擊槍 其實你一人配一把 可是怕是什麼 那個心臟有心臟病 或是裝有心率調整的 電上去有時候會掛掉 美國有發生過 當然 但是以這個後來的悲劇 結果論來講也許 總是可以考量的一個功能 對 因為那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 第一個也保護遠景的 一個距離的安全 那第二個去讓它瞬間 失去動作能力 也不妨是一個考慮 因為辣椒水雖然很好用 但是畢竟你看 我們看到很多影片 警方在用辣椒水 它還是要拒錢 如果有槍的話你就玩 而且旁邊有朋友 就是自己遠景朋友 一推 旁邊的 你平常對我很... 有意見是不是 會噴到自己 對 一定會的 而且辣椒水很可怕 以前就有人會在夜店 故意這樣 嚇一下 對 他那個 結果他跑光光 整間包廂都是 那個很可怕 所以說 這個希望有關單位 就去參考 好 那接下來講 智狀車禍 智狀車禍 就是遠景去處理 處理著智狀 怎麼會聞到 詭異的味道呢 遠景就去 靠著嗅覺就破案了 這個敬明哥 這怎麼回事 這個事情其實 才發生在去年 這個2018年 7月20 21號的時候 早上11點多 快到中午 有一個這個 本來從事殯葬業的 這個莊姓男子 他就開著一台 他的這個黑色的自小客車 他在那個南投 這個其實是西向 國道六號 這個要靠近愛蘭交流道 這個附近 他的一個閘道 29K那個閘道口附近 往左先去撞這個 左側的護欄 然後撞往左側的護欄 再去撞右側的護欄 這要嘛不是精神不濟 要嘛就可能是酒駕 然後撞了右邊的護欄之後 他的左前輪 就是那個駕駛中 那邊的左前輪 就整個爆胎 輪框那個都 內圈的輪框都變形了 沒辦法再開 然後車子就停在了這個路間 然後他是 大概人沒有什麼大礙 手腳輕傷 然後因為路過了這個 經常那邊高速公路 都會有很多的這個 緊急救援的道路的救援 拖吊車 經過了之後看到很奇怪 這樣的一個車禍 然後就趕快打電話報警 然後也通知 消防救護單位到場 也不知道這個駕駛 莊姓男子雖然受了輕傷 他是不是坐賊心虛 還是怎麼樣 他看到那個員警 跟救護人員到場 就趕快跳開車子 然後趕快跳 從那個高架橋橋面 一躍而下 整個跳到那個 兩層樓高的這個高度 底下它其實是一個河床 堆滿了那個沙子 然後它重點 它上面又種這個 很多的這個蘆葦 然後蘆葦草叢裡面 它跌到那邊 有一種緩衝力 跌下來之後 沒有摔死也沒摔傷 他就往前跑 一直死命地跑 跑到前面大概一個 農民種的那個 角白筍的這個田裡面去 可能才跑到這個 有點虛脫類了 他就耍賴 就躺在那個 角白筍的這個田上面 那警察看到他跑 一定覺得心裡有鬼 就跑去追他 追他之後到了這個現場 可以看到這是他 跑到有點體力不支 虛脫了 就躺在那個角白筍的 那個田裡面的 這個狼狽的照片 中午的時候 當然警察就先把他送醫治療 就把他先送到 附近的普里基督教醫院 那那台車不能開了 那就請那個拖掉業者 然後國道警察處理 把這個車子拖回 快高安分隊的這個 國道警察普里小隊的隊部去 後來警察 國道警察在隊部 就看一下他的車子撞得 還滿嚴重的 因為致撞 還滿嚴重的一個車身 然後突然在車子裡面 就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酒精 毒品之類 有沒有拉K 總共檢查 都沒有那些 剛剛講的酒精 毒品 但是發現了 一把三四十公分長的尖刀 利刃 然後還有 一包這個 沒有吃完的這個藥包 然後還有一瓶這個 尼尼春 年年春是一瓶農藥 奇怪一般人怎麼會在 車上擺藏刀 擺這個年年春農藥 又擺藥包 然後突然有一個 比較年資比較菜的 這個國道警察 他就聞 鼻子就聞一下 覺得怪怪的味道 然後就問旁邊三四個員警 其他的學長 學長 有沒有聞到一個怪味 很詭異 車上除了有農藥 還有藥包跟刀子 奇怪 有沒有一種 感覺好像濕臭味 然後看一下前面 駕駛座 副駕駛座 後面的這個 載人的這個後座 都沒發現有什麼詭異的地方 除了車身 還有這個玻璃碎裂的一些插狀 後來他們就打開後車廂看好了 他說覺得那種濕臭味 因為靠近後車廂 那個濕臭味很重 好像濕臭味還是什麼 然後就把後車廂撬開來 一撬開來之後 不得了 發現一個這個 捲曲的女性的屍體 就在那個後車廂裡面 結果那個學弟 聞到了這個濕臭味 發現了那個女性的捲曲 屍體在後車廂裡面 打開了之後嚇了一跳 不得了 有屍體出人命 學長 馬上這個案子就朝向那種 殺人的這個凶殺命案 去偵辦 後來當然把這個 莊姓的駕駛帶回去對部 釐清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那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兩個是情侶 那這個莊姓男子 他就講 他說前兩天 就是差不多去年 這個七月十八號的時候 傍晚五點多 他們入住台中市南區的 一家磨鐵 去住宿的時候 他說他的女朋友 大概有這個精神方面的疾病 正在接受台中市一家 很有名的這個醫院的 這個精神方面的 這個身心障礙的治療 然後有躁鬱症那種傾向 那突然那天傍晚五點多 他們入住了磨鐵以後 然後他本來要睡覺 結果他女朋友就抓狂 然後又丟東西丟他 一直丟他 然後抓狂 一直不斷地 又吼又叫 又踹打他 他實在受不了 認為他一直換一直在吵 然後又沒來有了 兩個因為像細菇就吵起來 他就受不了 他就直接用雙手 把他這個女朋友 一直掐著... 然後合起來跑到浴室 拿那個磨鐵和飯店 不是有那個長長的浴巾 拿浴巾當作繩索 把他女朋友的頂部給勒住 而且緊緊勒 越勒越勒 勒緊... 一直讓他女朋友沒了心跳 呼吸也沒了 勒死了 就斷氣被他勒死了 後來他一下子慌了 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辦呢 殺了人了 他就很緊張 乾脆衣不做又不休 就把這個他女朋友的 屍體扛到了這個浴室 然後把他這個... 因為怕...他還算聰明 怕濕臭味 你看 這種狡猾的 這種兇賢歹徒犯案 他就把那個屍體清洗一番 然後等他洗完了 擦乾了之後 再把他女朋友的這個衣 身上衣物都再穿回去 一直到隔天早上九點多 然後再把他女朋友的屍體 扛到了那個車上去 放在副駕駛座 他自己開車 然後放在副駕駛座 拿個外套蓋著他 假裝他還沒睡醒 還是睡不飽 然後在車上這樣趴著 這樣蓋著 然後他就很鎮定地開車出去 然後到結帳的那個 摩鐵的出入口櫃台去退房 然後就開走了 開走了之後他就這樣子 漫無目的地在台中市去 這樣爬爬罩 一直閒晃... 警方後來是在拆 應該是想要再找氣屍的地點 可是你想想看 早上九點多離開 在台中市一逛到一個早上 中午了之後又開到埔裡 應該是光天化 是大白天之障 他能找到什麼隱秘的氣屍地點 找不到 從埔裡晃來晃之後 又開回到台中市 開到大禮區 另外一家這個摩鐵 到了這個摩鐵的房間 再把這個女朋友的屍體 再扛下了這個房間裡面 然後再去這個浴室裡面 清洗一番 第二度洗屍體 想要把那個身上的濕臭味 再把它洗乾淨 洗完了擦乾了 再把那個衣物穿上去 那一天他沒有過夜 一直到晚上七八點之後 他就退房了 退房了之後又把他女朋友 扛到副駕駛座 然後他自己就繼續開車 就這樣子又在台中南投 一直要一帶閒晃 一直晃到隔天接近中午 我剛剛說的那個 大概七月二十 二十一號 那個中午十一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這樣痔狀 當然有人就猜想 是不是你做壞事 已經這樣子逃亡了三十個小時 過了一天一夜又六個小時 然後終於被這個 這樣的一個痔狀 引起了這個警方注意 活該賊心該拜 還是說冥冥中有註定 是你女朋友顯靈了 還是怎麼樣 然後讓他這個男朋友 就這樣子殺了人被抓 那後來那個兇嫌 當然是開始去推罪卸責 但是這個事情 因為警察的這個 嗅覺的靈敏 結果就把這個本來致狀 這樣的一個吃喝 或者以為是酒駕的案件 就偵破了 是 這個明明之間也是故意的 不然他怎麼會無緣無故製作 對不對 這個接下來這個 警方常常發現就是託夢 他被好友殺害了 然後託夢給警方 警方就尋獲他的屍體 這個...他託夢 這個案子被託夢的這個 正向 他的年紀只有四歲 他是一個四歲的女童 四歲女童被託夢 警方因此破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千萬別錯過 然後託夢給警方 警方就尋獲他的屍體 這個...他託夢 這個案子被託夢的這個 對象 他的年紀只有四歲 他是一個四歲的女童 那麼他的這個黃姓父親 出去了以後 一整天出去以後 人就不見了 那怎麼找...都找不到人 後來就報警 報警了以後 還是找不到人 那怎麼辦呢 家人非常地著急 但是就沒有辦法 結果四歲的女兒 在經過一個晚上 等不到爸爸以後睡著了 醒來了以後 講了讓大人覺得 非常訝異的事情 他講什麼呢 他說 爸爸在夢中跟我講 他全身濕濕的跟我講 同言同語 四歲小孩子的話 只能作證詞呢 一般你會覺得這樣 不過這個黃姓男子 就這樣失蹤就不見了 早了半天不見了 他失蹤的地點在雲林 那麼半個月以後 在嘉義 北港溪口附近 有人在西邊發現了一具 無名男師 那因為已經死了很久了 所以全身浮腫 然後也認不知道到底是誰 所以身上也沒有證件 所以當時嘉義的警方 就用無名師的方式公告招令 一個在北港 一個在嘉義 你怎麼會把他聯想在一起 所以家人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最後找上了刑事警察局 然後跟刑事警察局 專案小組人 那刑事警察局的這個刑警 來了以後就先問清楚 全案的這個原委 因為非常可能是一起命案 所以又問清楚原委了以後 進行偵犯了以後 那麼再加上小朋友 四歲的這個小朋友 有講了一句這樣的話說 爸爸後來又來夢裡面跟我講 他是被人害死的 講了兩次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 去地毯室搜索以後 發現了一個異常的事情 什麼事 這個失蹤的黃姓男子有一個 從小到大青梅豬馬 一起長大一個男性的朋友 在他失蹤了以後 人落袍不見了 那你為什麼不見 你突然間離開這個地方 你人到哪裡去了 落袍不見了 緊接而來 那麼因為爸爸全身失靈靈的 所以後來就去清查 整條北港西上游下游到處 意外發現在黃姓男子 失蹤後半個月 那麼嘉義的警方曾經找到一個 落水死亡的無名男師 後來就去查以後 經過DNA比對以後 發現就是失蹤的這個黃姓男子 好 重點來 那就算是黃姓男子 他死在這個溪流裡面 被沖走好了 你 他身上沒有其他的 那個明顯的外傷 你如何證實他是被殺了 這個就是警方在辦案的時候 你如何去突破那些線索去找到 你知道嗎 警方做到外遊 警方當時去調查發現 鎖定這個跟他是青梅豬馬 很好的一起朋友 而且常常一起喝酒 現在人落跑到屏東去的這個朋友 去打聽出他在當地有一個 非常特殊的習慣 他身高一百八十幾公分 非常的壯 他久後如果跟人家發生爭吵 兩人完結他受不了的時候 說不過人家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動作 他就把人舉起來 因為他身高非常壯 把人舉起來 往溪裡面丟 這個時候警方嗆了一下 他如果有這個習慣 那麼專案小組的那個 腦海裡面突然間浮現一個影像 兩個人一起去喝酒 會不會發生爭吵 然後又一樣 有那個習慣把他舉起來 往溪裡面丟 大膽假設要去小心求證 最後警方終於抓到這個 逃到這個屏東去的這個人 抓起來了以後 運用高超的辦案技巧 你知道嗎 高超 但是就講出來了 各位 跟專案小組 所推測的一模一樣 這兩個人青梅竹馬 當天一起去喝酒 喝了以後 不過癮 又跑到裡面 繼續給人家敲門 人家因為已經打烊了 所以拒絕賣酒給他們 很生氣 因為想要繼續喝 那很生氣 買不到酒 兩個人就開車開一開 那沿路本來從這個 買不到酒這個地方 就開始講講 酒話一講了以後 為了一件事情就砍不潤了 因為你說沒有工作是吧 失業是吧 兩個人就從這個地方 吵...吵了以後 車子停下來 就停在北港溪邊 兩個人下車 從吵架 被騰打架 緊接著來就舉起來 砰的丟下去 因為喝醉了 砰的下去了以後 他連呼救他們 那時候其實 如果有酒稍微醒一下 我怎麼把我的那個 青梅竹馬丟下去 下去把他拉一把 揪起來就沒事了 他上車 車開走了 就人不見了 所以偵辦命案的時候 通常會有兩種人 一種人是 突然間失蹤的人 因為作賊心虛 他趕快逃 一種是太過熱心 每天來提供你線索 每天來打聽什麼東西的人 這種人也可能 就是真正的殺人兇手 是 我們要小看警方的能力消 那個警方 這個經驗很多 他們什麼犯人沒看過 你一點點蛛絲麻跡 他就大概知道有什麼事了 一句話 一句話揭開了一起 焚殺 焚屍案 那這什麼話呢 高大師 在2015年的5月21號 有一個謝姓的女童 她在那個竹東 一個人家工廠的地方 就打工的那個 人家那種臨時工 在搭運家那種地方 跟一個工人聊天 起了口角 那個其實臨時工 也年紀很小 也還未滿十八歲 就一句話 趕臨羊 三字經 那個女童就講 你罵我這一句話 你知道 幾天前罵我這一句話的人 現在已經埋在竹林大橋下面 那當然這小女童講的過程 就講說我叫我的姐姐 老大他們一群人 罵我那個人已經殺掉了 所以你不要隨便罵我 那這個男生 越想越不對 就跟他們裡面的公投講 然後公投就去跟警察局反應 那警察局一聽到這個消息 不對 我們四五天前 有一個姓邱的女童 有一個國中生 家裡才暴失蹤而已 不見 那就有點好奇的想法 就去看看吧 那一到現場去的時候 就現場有發現有那個石頭 有那個雪刺 還有木棍有雪刺 然後經過把附近 這樣一找下來之後 發現真的有一個女司 女童被燒了 焚燒了 還沒有... 還燒得也就面目全非了 他後來就把這個 謝姓女童給找來 找來之後 問他說為什麼你知道這個事情 他才微微道來 因為他很恐慌當中 就說出來了 他說這個邱姓女生 是他在網咖認識的 那在網咖認識的時候 因為在網咖的時候 邱姓女生 就是十四歲的邱姓女童 罵了這個十一歲的邱姓 謝姓女子 謝姓女童 一字三字經 我剛剛講的那三字經 他說你敢罵我 然後罵你又怎麼樣 結果這個十一歲的 就去跟他的一個大姐頭講 那個大姐頭叫黃曉雲 那黃曉雲當時就聽到了 怎麼有人敢欺負 我們家的小妹 然後還敢罵我 結果就跟他的老公 同居人叫林春雄 講了這個事之後 林春雄就帶了 另外三個人 就陳偉如 何文軒 和谷志強 總共五個大人 五個成年人 兩個未成年人 五個大人在外面 往他外面等 那在外面等 因為我們講邱姓女童 這個孩子 邱姓女童她十四歲 國中二年級 讀新竹的志強國中 二年級 她的五個兄弟姐妹 幾乎都是 那個有點智能不足 就是智能障礙 她自己有一點點 但是還好 她算是家裡最健康的 那她爸爸是做臨時工 派遣工 所以很忙 沒有辦法照顧他們家的小孩 那因為她家裡很窮 也沒錢買電腦 所以這個女童 每天只要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想要上臉書 那上臉書沒錢 她就會到網咖去 那網咖因為家裡也沒錢 她就到網咖大約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叫一杯飲料 大約花五十塊左右 那在網咖才認識這幾個 未成年的孩子 那這成年人在網咖外面 就由謝姓女童 進去把她誘騙出來 一騙出來的時候 摩托車騎了 就把她載走了 載走先到馬路邊 就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 拿竹棍 她那個安全帽 就狂毆這個囚信的 這個女孩子 那邊打邊捶的時候 旁邊有路人有看到 你怎麼這樣打 那麼多人打一個人 路人還有智子 所以他們停下來之後 不打了 等路人走了 當然就把她壓走了 路人還有智子 等路人走了 當然就把她壓走了 那壓到竹林橋 橋下的時候 打得更兇了 整個被打到已經鼻青臉腫了 然後哭也沒用 哭到沒聲音 哭到沙啞了 這林春雄就跟她講 你想不想死 那女童跟她講 我不想死 她說你不想死 讓他們兩個強姦你 就讓他們兩個強姦她 這個女童 含著眼淚哭著 就自己把衣物給推下來之後 由何文軒跟古志強 兩個人輪流把她性侵 性侵完之後 邊性侵 性侵完又把她羞辱 再打 再打到之後 那女童已經說 不要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然後就躺在地上 當躺在地上的時候 這一群人沒有罷休 要走的時候 每個人踹一腳 那這兩個未成年的 就各自離家了 回家去了 那這五個人 林春雄這五個人 跑去KTV唱歌 去唱完歌的時候 然後剛剛我們講的 何文軒跟古志強 他們又跑回現場 回現場去 發現這個邱憲女童死掉了 死掉他們就把她先抬 抬到旁邊的草叢裡面 那跑回去KTV 跟林春雄講說 那個女孩子死掉了 他說死掉就死掉 有什麼了不起 後來他們又再騎摩托車 再去加油站 買了一桶汽油 到現場去 把她整個屍體這樣淋下去 再把汽油... 由何文軒把它點火 把她整個燒 那燒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五個人就離開了 回去了 那因為這個 整個案子從頭到尾 這個林春雄 他們的手段很殘忍 當我們的法官當時 審判的時候 判他們通通是無期徒刑 後來在二審的時候 把林春雄他是判死刑 判死刑之後 到了去年最高法院 他就上訴跟審說 你們有沒有證實說 因為這個女同事 他把她丟到那邊 沒有帶去醫院才死掉的 人家很多 我們的百姓 有的人網民就說 如果把她丟到那邊 就算帶去醫院也死了 然後什麼丟到那邊 才死的 跟他們脫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改判 他們這些人 沒有人有死刑的 那目前還在 那個還在上訴當中 對啦 因為這個網路雖然發達 但是同樣也造成 整個社會的變幻 變成很多的 不同於以前的一些 那個 災難會出現 那這所謂的災難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小孩子 在這個過多的 那個資訊的影響之下 他們可能會依賴電腦 依賴電腦就會造成 很多的悲劇 這個家長要注意 真希望回到 沒有電腦的日子 今天謝謝大家 不要動 不要動 你很近 你是帶他的